Hello 大家好,今次就想介紹一下我和一個朋友玩Minecraft的地圖 你看到地面都有很多不同的建築或設施 首先由屋頂看下去,因為其實不是很特別,我來講解一下 第一個,這是一個仙人獎的種植場 你會看到中間有一個半磚放在這裡,因為防止仙人獎生長過度 只要一身進一格就會掉下來,掉到水裡 下面就有一個礦車,漏斗礦車 只要它一下去,漏斗礦車就會吃了仙人獎 就會做到快速收集的效果 另外第二個,這個就是雞和牛的農場,這些是蘑菇牛 都是在很遠就捉回來,因為這個本身是一個孤島 好,之後就到這個 這個我想要下去給大家看 這個也比較有趣,這個就是一個礦坑 但我是用這個跳樓機的形式 這個就跳,一個就升上來,這個就跳下去 嘩嘩嘩嘩,為什麼有屎萊沒有在這裡 因為那些高度問題 這裡有一個礦車可以移動到另一個地方 但是用了你當作是三至四套的普通鐵軌 三至四套普通鐵軌 大約去到八至二百格都沒問題 另外就...沒有了,然後就可以升上這裡 這個就是上升的升降機 類似水樓梯,一個就是跳下去,一個就升上來 很快就升上來 但可能用了七秒內就完成了 好,這邊的礦坑的一個升降機講完了 到這一邊了 這一邊就是地獄之門 這個地獄之門都不用介紹了 地獄之門就要透過這個礦車 礦車你會看到很奇怪 因為我還在研究如何可以做到一個效果 就是如果當兩輛礦車一起移動的話 如果後面那輛車撞到前面那輛車 就會停下來,沒有動力 所以我在考慮如何可以分拆老鬼 令它的動力一樣 就是兩輛車一起走 然後就會進入不同的軌道 好,這一邊就是一個樹木 一個養殖牆 不是,叫做種殖牆 這邊就是種樹 這邊種藍瓜 小麥 蘿蔔 還有這個甜菜 其實還可以種這個薯仔 但也... 太多食物好像種不完 不過為了種都是為了一個外觀 這一邊就是地獄包子的農場 大致上外圍的設施和建築都說了 一進來就是用鐵門做這個門口 還有我們進來就是用按鍵 你會看到有延遲的 因為下面有一個紅石機關 讓它一按鍵就會開兩道門 地板就有一些海龜 你會看到不斷撞來撞去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是用這個光影效果 其實底部都蠻漂亮的 對,都蠻漂亮的 然後地板呢 地下就是種... 地下就是放一些箱 放一些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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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就是自動... 自動弄鵝卵石 自動燒鵝卵石的裝置 只要那些箱裡放對應的材料 它就會不斷自己燒 完完不絕感 好了 這裡就說完了 點想上一層呢 就是我都是用這個水的升降機 只要一跳上去就升上來了 沒錯 欸,不用掉下去了 不要緊 好,我們先上來先 其實二樓都沒什麼特別的東西看 有蛋糕,有火 有這個...指示牌 這個裝甲架 還有這個附魔台 有沙拉里的 鐵尖 這個是釀造台 用來弄藥水的 好 那你只會看到有這個上升的水樓梯 不見有降落的水樓梯 那我就沒有弄 那我直接弄了一個跳樓裝 就這樣跳下去了 但是呢 因為呢 我有放了一張東西在這裡 所以它就會射了那個零 不會扣血 那正常的話 你沒有這張床 沒有這張床 是會跌倒的 那因為我放了這張床 所以呢 只要 在這個高度掉下來 都會沒有問題 射了那個力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厲害的一個設計 對 真的我想到 用這個水的樓梯升上去 即是水的升降機 經常都說樓梯 這個升降機就升上了 然後呢 就可以再彈回去 對 基本上呢 不用怕經常會跌倒 另外就有多層 但是就上一層就暫時還沒興建 暫時還沒興建 暫時還沒興建 有什麼興建 還在考慮或想想 而玻璃就是用這個顏色的玻璃 你會看到 比起這些就不同 因為這些有顏色 這個是藍色 第二層是白色 最高一層應該是黑色 但我暫時還沒興建 所以就 還沒興建 還有我覺得床有彈力這個 真的蠻有趣 不過如果後期 遲些 如果有史萊梯沒有磚的話 可以直接取代 取代一張床 因為你這樣也蠻雅定 譬如這一張也蠻雅定 下面一張也蠻雅定 因為你可以當是樓梯上去 但是第二層的話 就完全搭了出來 比較外觀上 就有點不太好看 但是 總括而言地下這個位置 其實都蠻漂亮的 一夜底 還有一顆 金蛋 金蛋 看得到金色 OK 好了 大致上就是這樣 這個地圖 我們都打贏了中介龍 暫時就 我想下個目標 有機會是打雕零 因為雕零也比較難打 因為我自己還沒打到雕零 雕零怪 就是三頭 三個頭的那隻怪 我們這次先來這裡 下次我和我飛 應該是玩Minecraft的一個工業模組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看看 因為到時我應該都會拍一些散鏡 什麼叫散鏡 不是一條條一條條 可能是 用一條片 然後弄什麼機關 有一條片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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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